从监狱走出来,门口并没有一个来接我的人,我猜业力应该在上班,而吴阳那小子估计还在乡下。 我提着一个袋子慢慢往前走,走到公交站台等公交。 坐公交的硬币是里面一个好心预警给我的。 二十三岁入狱,三十岁出狱,我已经和这个社会有些脱节,坐在公交车上的我,透过窗户张望着外面的一切。 忽然,我被一个酒楼前面的红色拱门吸引了眼神。 叶丽女士和吴阳先生新婚快乐。 我站在酒楼前,久久不敢往前走一步,我不相信上个月还来看我的好兄弟会娶我的女朋友。 我一步一步走进酒楼,我看到两个穿着喜庆的男女端着酒杯满脸笑意,一杯又一杯地向每一桌敬酒。 我的手抖得拿不住那个布袋,腿也抖得差点站不稳。 叶丽眼尖地发现了我,一瞬间,她的脸色很不自然,我看到她用手肘重重撞了一下吴阳,吴阳也看了过来,同样神色不太好看。 四周亲友纷纷顺着他们的眼光看过了,尤其注意我手上拎的那个印有语道梯,A市监狱与GT,字样的袋子。 这人谁啊,刚从监狱出来啊。 哎哟,太吓人了,肯定不是什么好人,怎么会到这儿来啊? 别是来找麻烦的啊,该不会是来抢劫的吧? 没有保安嘛,让保安把人赶出去。 叶丽的爸妈更是立刻站起来想要呵斥我,而吴阳却拦着他们,还低声和他们说话。 叶丽转头笑着和众人说,没事没事,吴阳以前认识的,大家继续吃,我们去去就来。 他们把我硬生生拉进一个包厢。 我将这身体被他们按在椅子上,双眼死死地看着两人。 叶丽蹲下来,红色的裙摆落在黑色的地毯上。 犹如地狱之花,她抓着我的手,不停流泪,哽咽,你瘦了,阿文,你瘦了。 她的眼里有深刻的疼惜和歉意,我却固执地看着他们二人,从齿缝里挤出几个字,为什么? 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?这是给我出狱的礼物吗? 吴阳一脸愧疚,托通一声跪在地上,文哥,你打我吧,打我吧。 是我对不起你。 不,不是这样的。 阿文,我真的不想这样,可是,我带着孩子,你又在里面,这么些年,一直是乌阳在照顾我们母子,我,我,夜里不停在哭。 乌阳跪在我面前,不停地扇自己巴掌,文哥,我,我不是人。 是我不好,是我爱上了莉莉,是我强迫的莉莉。 夜里扑过去,抓着她的手,不要打了,乌阳。 两人相拥哭泣,仿佛我是那拆散鸳鸯的恶人。 哈哈哈哈,乌阳,我是替你进去的。 夜里,你才是罪魁祸首。 如今呢,你们倒是在一起了,相亲相爱。 那我呢,我呢,我泪流满面看着二人。 阿文,你,你别这样。 夜里转头看着我上心哭泣,一如当年让我顶包的样子,感情的事情我也控制不了啊。 我一个单身女人,还带着一个孩子。 你知道我过得有多艰难吗? 若不是乌阳一直照顾我们母子俩,我们根本坚持不下去。 如果我没有顶包,我的老婆,孩子我自然能照顾。 我耿着脖子看着他们,你们一个是我女友,一个是我兄弟,结果呢? 你们一起背叛我。 若不是我提前一个月出来,恐怕你们还要一直瞒下去。 文歌,乌阳把夜里拉到身后,看着我,是,一切都是我的错。 你随便打我,我今天觉悟半点不满,但你不要怪莉莉,这些年她过得很难。 我看着乌阳,狠狠几拳打过去,打得她后退几步才站稳。 你们好了几年,我喘着粗气问。 三年,夜里扶着乌阳哽咽着道。 我狠狠闭上眼,三年。 哈哈哈哈,我他妈就是个傻子。 阿文,你,你别这样。 夜里依然娇娇弱弱哭着说。 妈妈,妈妈。 门口响起孩子的哭喊声。 夜里慌忙把门打开,一个孩子冲进来抱着夜里,妈妈。 我看着那个孩子,白白胖胖,穿着整齐洁净,圆圆的脸上依稀还有几分夜里的模样。 他是,我艰难地看着夜里问道。 你儿子。 夜里失声痛哭,乌阳捂着肚子走过去,轻轻抱住他安慰着。 文哥,孩子叫吴淼,今年六岁,你刚进去,丽丽就发现怀孕了。 乌阳摸着孩子的头说,看在孩子的面上。 你,能不能等以后再说。 我踉跄着坐回椅子,那个孩子此时正狠狠地瞪着我,我捂着脸,眼泪不由自主地往外窜。 夜里把孩子哄了出去,又走过来握着我的手。 阿文,原谅我好不好,看在孩子的份上原谅我好不好。 我还能说什么? 我和乌阳从小一起长大。 我命不好,爹妈老早就没了。 乌阳虽然爹妈也不要她,但她比我命好,还有个笼子奶奶愿意养她。 老太太人好,见我可怜,就一个人养着我们两个半大小子。 所以当年乌阳出事,我愿意出来顶包,用七年时光还老太太一个人情。 如今,我女朋友和儿子又靠她养了七年。 这笔烂账,估计是算不清了。 好,一笔勾销了。 我欠奶奶的情还完了。 我拉开门,准备走出这个房间。 文歌无阳叫住我,明天,明天你来家里坐坐吧。 说完,她塞给我一千块钱。 走出那个酒楼,我茫然四顾,世界那么大,我似乎没有立足之地。 摸到兜里的一千块钱和写着无阳手机号的字条,我嘴角扯了扯,随手就把那字条扔进了路边垃圾箱。 我记得之前,有个里面的朋友来看我时,提过一嘴,他开了一家物流公司,让我出来后去他那里上班。 如今,我似乎只能选择去他那里了。 包吃包住,月薪五千。 安顿好自己后,我开始憋着一口气认真工作,直到几个月后,存了一笔钱,我才打通无阳的电话。 很快,我们就在约好的地方碰了面。 坐上他的车,我们一路沉默地回到他家。 是个不错的小区,电梯上去在十七楼,房子不大,五十多平,但收拾得很文心,沙发上还洒落着小玩具,窗户上,茶几上也都是玩具,看得出来这家人对孩子是真的不错。 坐,我给你洗点水果,夜里围着围裙,浅笑着去厨房洗水果,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。 我和吴阳分坐在沙发两头,依旧没有说话。 吴阳可能还有些愧疚,不知道该怎么和我说,而我则是不想说话,其实要说我有多爱业力也谈不上,但到底是初恋。 更何况,还给我生了一个儿子,我不可能完全没有反应的。 叔叔,喝水,孩子端着一杯水递给我。 我抬眸仔细看着那孩子,几个月没见,似乎他又展开了一些,仿佛依稀能看到一点点我的眉眼。 渺渺,不能叫叔叔,叫,叫爸爸。 吴阳走过去呵斥道。 我看一眼吴阳,白手,不用,叫干爹吧。 毕竟这么些年,我什么也没做,他是你养大的。 文哥,我,我,吴阳有些哽咽,我看得有些心哽。 我在里面的时候,曾经也想过,若是我不顶包,会怎么样。 会不会已经和叶丽结婚,会不会已经有个可爱聪明的孩子。 如今看到吴阳这个样子,我眼前出现的是,小时候吴阳爸妈离婚都不要他,他也是这个死样子,坐在我面前哽咽哭泣。 罢了,七年了,什么也不说了。 就这样吧。 那天,他两人热情地招待了我,一大桌子菜,两个人又是陪笑,又是给我不停地夹菜,期间两人还一唱一和的一往昔,仿佛我们三人还是以前和气一团的样子。 但我并没给他们任何回应,毕竟,有的疤痕已经出现了,是不会那么容易消失的。 虽然我没给回应,但我和吴阳业力还是稀里糊涂的表面和解了,离开之前,我给了吴淼一个大红包,是这几个月我所有的收入,毕竟孩子是我的鼓屑,总不能占吴阳的便宜。 此后,我和吴阳一家人保持着一种默契,我不经常找他们,但一旦发工资,必定会去他家一次,送钱给吴淼,顺便和吴淼待上几个小时。 这种不远不近的关系,我算是比较愿意接受。 年后,吴阳一家去叶丽娘家走亲戚,我给吴淼送了新年红包,便回了货运公司,正好碰到一起上班的司机,在吃酒打牌。 闲来无事,我也坐在边上磕瓜子看他们打牌。 男人多了,又喝了酒就爱开黄腔,说着说着,他们竟说到了叶丽身上。 我眉头紧皱,哪怕叶丽现在不是我的女朋友,也是我儿子的妈,哪里能让这帮人说嘴呢? 可我听到那句话后,全身血液冲到了脑门,一时间静呆坐在凳子上。 那娘们骚得很,你们不知道,她以前有个男朋友,听说还是个大学生,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关进去了。 她立刻和另一个男人睡在了一起,那个男人和那大学生听说还是兄弟。 哈哈哈哈,笑死人了,我知道,我早就听说了,那两个人还生了个儿子。 不止啊,听说那个大学生已经出来了,还在做牛做马赚钱给那两口子养儿子。 我的天,这顶绿帽子戴得爽啊,你咋知道啊,我婆娘和那娘们的娘家门对门,你说我咋知道的? 哈哈哈哈哈哈,一群男人有时一阵暴笑,嘴里昏速不济地继续说着。 我坐在旁边手脚发凉,他们不知道我的过去,所以才会无意说出这些东西。 我双拳紧握,如果是真的,如果是真的,我饶不了那对狗男女。 从那天开始,我除了出车,就是调查那两个人,甚至我再次去他们家里,以想看五秒小时候的样子为由,让他们给我看五秒以前的照片。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因素,我竟在所有照片上看不到一丝自己的影子。 最终,我只能想到科学的手段。 我借口带孩子出去吃汉堡,偷偷取了他的头发。 我把他的头发和我的头发一起送去化验,回来时,竟意外碰到了当年那个富二代。 哼,七年的劳坐得舒服吗? 富二代的腿,看上去没什么问题。 我没理他,绕过他往前走。 蠢货,被人筐去坐牢很爽吧? 经过富二代时,他在我耳边说。 你说什么? 我猛地回头瞪着他。 说什么? 说你是个蠢货。 富二代不屑地看我一眼,我也是个蠢货。 可我比你好一点,至少我还有些臭钱,你呢,有个屁。 富二代走了,我呆立在原地。 脑子嗡嗡只想,一个接一个的消息打击着我。 半个月后,我拿到了结果,上面写着,无父子关系。 我握紧文件带,讽刺地接起业力的电话。 阿文,苗苗吵着要学什么架子鼓,我怎么说都不听,那个太贵了,光思学费还不够,还得自己买一个放家里练习。 你说,这可怎么办啊? 我唇角扯出一抹笑,苗苗要学就报,我工资发了给他买旧事。 那,那我就报了呀。 哎,还是你最疼苗苗了。 以后,苗苗不孝顺你,我一定打他。 夜里挂电话时,还不忘给我展望未来。 我看着这份文件,想起那个富二代说的话,总觉得有些不对劲,想了想,我去找了另一个朋友。 阿文,你来一趟我这里吧。 朋友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些不太对。 我以最快的速度到他的小工作室,他拿出一堆资料给我,看看吧。 我看他的眼神怜悯,就已经有种不太好的预感。 果然,看完资料后,我的眼里聚起一层寒冰。 阿文,你准备怎么做? 那对狗男女真不是人,居然这么设计你。 朋友替我打抱不平。 是该抱不平的。 七年前。 我大学还没毕业,但已经在实习了,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大公司。 那天我接到夜里电话,他一边哭一边喊救命,我吓得丢下公司事情,就跑去找他。 等我找到他的时候,夜里衣衫不整,缩在一个巷子角落, 无阳手上拿着一根棒球棍,而地上躺着一个穿戴不俗的年轻人,腿部出血不止。 只一眼,我就知道那条腿多半没救了。 夜里扑到我身上大哭,说那个富二代想要强暴他,是无阳救了他。 他哭得不能自已,激进晕厥。 我安抚夜里,告诉他不要怕。 报警就是,我们是受害者,我们是正当防卫,但夜里不肯。 夜里说,这样一来,他的名声就毁了。 不仅如此,无阳可能演完了。 夜里求我,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,我们跑两人救世。 没想到,一天后,夜里哭着找到我,说那个富二代腿断了,他要告我们。 无阳不能进去,奶奶现在年龄大了,眼睛也看不见了,夜里也不能进去,那就只有我这个倒霉蛋可以进去了。 我以为这个案子并不复杂,即使被告,最多我就赔些钱,大不了以后努力还钱就是。 谁知道,我竟被判了七年,我在里面痛苦的七年,原来都是他们设计的。 原来他们早就勾搭在了一起,原来当初他们想先人跳那个富二代,却被那富二代察觉,所以两人才恼羞成怒下狠手。 可笑,太可笑了,给我戴绿帽子就算了,还要我替肩夫坐牢,更要我养他们的儿子。 这是趴在我身上吸血不止,还要啃我的骨髓啊。 阿文,你想怎么做?朋友见我双拳紧握,双眼赤红,不由得轻轻,派我肩膀,你不要冲动,不能为了那两个臭虫毁了自己。 我点头。 松开拳头,放心吧,我心里有数。 我找到那个富二代,他也是个倒霉蛋。 哼,我为什么要帮你? 李子亮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,轻轻抿一口。 我看着他,你不想成为李氏集团的边缘人物吧? 李子亮放下杯子,收起漫不经心的表情,什么意思? 你自己都是个蠢蛋,还能帮到我? 当年若不是他们和你弟弟联合起来玩仙人跳,你能那么容易被骗吗? 我淡淡地说,你有需要,我也有需要,更何况,说起来,害我做这么多年,老你也有一份功劳吧。 李子亮怒视着我。 是又如何? 既然你喜欢顶替,我就让你顶个够。 我白手,丝毫不生气,无所谓,这么多年,就当我买教训罢了。 我找你是想给你一个报仇的机会,你要不要,说难听一点,你二弟并不是我的目标,我对付那两个人,轻松得狠。 李子亮也是个人物,很快就冷静下来看着我,你的计划,我要完完本本都知道。 我微微一笑,举起杯子,合作愉快。 那日之后,我依旧装出和以前一样,对任何事都很淡漠,除了面对吴淼,会有一丝不明显的笑意以外。 吴阳和叶丽依然认为我是他们手中的木偶,怎么玩弄都没关系,叶丽有时候甚至不加任何修饰,直接问我拿钱。 我对他有求必应,尤其是当我知道吴阳在外面鬼混后,更是不经意地把消息透给了叶丽。 叶丽把吴阳捉奸在床不止一次,但两人除了大吵一顿外并没有其他动作。 我当然已经猜到这种情况,毕竟两人绑得这么深,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让他们分崩离析。 但很快,机会就来了,应该说是我和李子亮创造的机会就来了。 在我们的安排下,叶丽和李子明相遇,当年他们没见过面,中间全是吴阳在操作,甚至吴阳一个小混混能买得起房子,全靠当年弄断李子亮的腿。 叶丽本来就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女人,她保养得不错,已经三十来岁的女人,皮肤依然白皙嫩滑,有着二十来岁女孩的紧致,又有着成熟女人的娇好身材和魅力,就如同一颗熟透了的水蜜桃,丰满多汁。 两人的相遇,被我们安排在市里最有名的艳遇酒吧,酒精的作祟,加两个道德感不高的男女,很快就滚到了一起。 他们的勾打很顺利。 顺利到我和李子亮设计的所有桥段都没有用上。 从那日起,业力三五不时地就会抱着手机,笑得一脸荡漾,更是借口工作忙推迟回家时间。 李子亮不明白,我这个计划到底有何用,在他看来,直接一网打尽最好。 可我不这么认为。 我那七年就这样没了,我的学业没了,我的事业没了,我变成如今的一无所有。 这口气,我咽不下去。 我要他们反目成仇,我要他们自相残杀,我要他们尝尝这种重盘亲离,被最亲密的人背刺的感觉。 业力肉眼可见的,容光焕发。 每日归家的时间更是少了起来,不仅如此,他的消费也也在逐渐升级,用在脸上和身上的钱也更多了。 我这点蚊子腿,根本不够他挥霍,业力如同一头困兽般在打转,尤其最近我让李子亮故意找插李子明,使得李子明根本没空顾及业力。 业力以为李子明在嫌弃他,嫌弃他不如年轻小女孩那么鲜嫩,这样一来更是加剧了业力的危机感。 可以说,为了能牢牢攀住李子明这富二代,业力绝对能豁出去。 此时,我的频繁造访非但没让他引起警觉,反而让业力对我倾诉最近缺钱的烦恼。 我漫不经心地一边逗着孩子,一边闲话道,你这房子不错啊,应该值点钱,不过这种事最好和吴阳商量商量再说。 看着业力若有所思的样子,我在心里吃笑,更在唾弃七年前的自己,怎么就眼瞎看上这么个爱慕虚荣,不守妇道的女人。 业力抵押房产那天,正好被我看到。 我站在树下。 看着头顶,阳光洒落在身上,不仅不觉得炎热难当,反而如同泡在温泉里一样舒服。 房子已经抵押了,如果他们没有钱,可就赎不回来了。 而此时的吴阳正沉迷于温柔乡,不是我安排的人,是那个女人找上我的。 我哥让我谢谢你。 女人是以前我在里面的一个育有的妹妹,当年她哥在里面过得挺难,我顺手拉了一把,出来后没多久,她哥就病死了。 我帮你哥并没想过你们要回报我,你不用这样,我其实并不愿意接受她的这种帮助。 毕竟我最初只是想安排一个夜长小妹罢了。 无所谓了,其实我活不久了。 女人摇头,我有艾滋,不知道被哪个该死的传染了。 我舔了舔干涩的嘴唇,还有,还有多久? 不知道,不过应该快了。 女人笑着对我点头,不要有负担。 我哥说过,你是个好人,能让你这样做局的人,多半不是什么好人。 我就当为民除害。 你想,如果他拒绝了我,说不定还能救自己一命。 所以啊,看他想活不想活,我竟无言以对,只能沉默地点头。 无阳这种人真的不值得同情,我收到女人给我的消息,两人第一次见面,无阳就如同恶狗一样扑了上去。 我摇头合上手机,听天由命。 叶丽是个有本事的女人,几个月时间静哄得李子明为他重新买了一套价值几百万的大平层。 若不是李子亮亲口告诉我,我压根不敢相信。 这女人倒是有点意思,当年我们都栽在她手里,不冤啊。 李子亮还是有优点,能正视自己的问题。 我不知可否,李子明的未婚妻回国了吗? 李子亮点头。 刚落地,我看着窗外,很好,计划就快要收尾了。 三日后,无阳脸色难看地找上我,让我借他几万块。 我在心里大笑,脸上却没什么表情地摇头,我每个月的工资都给了业力, 毕竟无秒要吃喝,还要上那么多课外辅导课,我这个做爸爸的,不能安心享受你一个人出钱啊。 无阳脸色更是难看,因为无秒就是个蠢才,上了那些辅导课没批用,才小学一年级,不说算数,拼音都读不清楚。 而叶力早就没管他了,周末都是丢在外公外婆家,压根就没去上辅导课。 你很急吗?不然你让叶力给你一点,我好心出主意,还适当地表达了关心,叶力最近上班也累,老是出差,应该有不少加班费吧。 看到无阳更难看的脸色,我心里如同喝了冰水,一般畅快。 无阳比业力更谨慎聪明,我不能明着提醒他卖房的事,但我们约在一间房产中介对面。 我看着那中介叹气,我准备多存些钱,买个单身公寓,以后还能留给苗苗那小子。 无阳听完我的话先是一愣,而后看着那中介出了神,我在心里哈哈大笑。 看来好戏就要上演了。 果然,三天后,李子亮让我赶紧去递好酒店1706房。 我知道,收尾了。 我在1706和李子亮碰面。 都到了,我的心情莫名很平静,已经在楼下了。 哈哈哈哈,李子亮十分激动,摩拳擦掌,准备出去看热闹。 三分钟后,外面响起鬼哭狼嚎的声音,我们相视一眼后,打开房门,举着手机跑了出去。 当然一整层的房客都纷纷举着手机跑了出去。 这是一个怎样的场面啊? 叶丽抓着乌阳身后的女人打,女人却躲在乌阳身后,不肯出来。 时不时还说一句,杨哥,小心我的肚子。 宝宝害怕了。 而李子明的未婚妻,则是带着五六个女保镖过来。 他揪着李子明的耳朵,狠狠对保镖说了一声,给我打。 五六个女保镖一把扯住叶丽,啪啪几个大嘴巴,山德叶丽直接跪在了地上。 我听到叶丽发出跟野猪一样的尖叫,不仅笑出了声,不仅是我,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 这还没完,叶丽被保镖重重一推,趴在了地上。 几个保镖死死摁住他,打得叶丽哭叠喊娘。 子明,快救我,救救我。 叶丽扯着嗓子大喊。 殊不知他的王子李子明,此刻安静得向之安纯,屁都不敢放。 他怎么这么怕那个未婚妻啊? 我有些不解,好歹这李子明是李氏的继承人啊。 呵呵,那可是我们这圈子里出了名的霸王花,谁敢惹他? 他家本就比我家更上一层。 当初李子明若不是攀上这霸王花,你以为仅凭你们那些事,他能把我拉下来? 李子亮幸灾乐祸地看着那边,你看着吧,不出三天,李子明就得完蛋。 我摇头,这有钱人的世界我不想去了解,我只要叶丽和吴阳得到报应才行。 叶丽被打得毫不出声。 那边才挺少。 那霸王花走过去,捏着叶丽的下巴,笑着说,勾引我的男人,经过我同意了吗? 再有一次,我就给你找上十个八个好好玩。 叶丽眯着眼,看他们离开后,那边的吴阳竟走过去,一脚踩在叶丽背上。 围观之人无意不是摇头唾弃。 家里的钱呢,吴阳吼道。 呸! 钱,钱你妈的头。 为了那个狐狸精,你竟敢推我。 我管你去死。 叶丽静还能对丽无阳这样吼,说实话,我挺佩服她。 无阳又是一顿拳打脚踢,围观之人纷纷上前拉架。 毕竟这叶丽看着就像快不行的样子了。 谁知,人们刚把无阳拉开, 叶丽静扑过来,一口咬在无阳耳朵上,众人都吓了一跳。 无阳更是痛得滋蛙乱叫。 当人们七手八脚,再次把两人分开时,无阳的耳朵已经少了一大片,血流不止。 看上去还是有些恐怖。 李子亮咽了咽口水,转头看我,是个狠人啊。 我俩还挺幸运。 我再次哽了哽,妈的智障,不会说话就别说。 我估计叶丽能这么狠也是因为刚才被打得太惨,那口气没地儿出,刚好无阳撞上来。 看着好心人们把他们都送去了医院,我审笑一下,这戏果然好看。 不过,还没完啊。 我和李子亮跟到医院时,正好看到第二场戏。 无阳的情人被叶丽推流产了,女人正哭着喊着要报警,要告叶丽谋杀。 我对看了一眼女人,眼里还是有担心,毕竟也算是故人之媚吧。 谁知女人竟远远看到我后,对我眨眨眼,我瞬间明白过来, 只能笑着站在远处看。 我看到她还一脸苍白,虚弱地靠在无阳怀里,一张小脸如同那盛世白脸般娇弱,无阳心疼得不行。 反观叶丽,肿着一个猪头脸,一泡鼻涕一泡泪的样子,看得无阳倒胃口,对谁叶丽骂骂咧咧个不停,倒是不敢上前靠近,估计怕另一只耳朵也不保。 叶丽不甘示弱地和无阳对骂,骂着骂着,那房子被骂掉一事,就被突噜了出来,气得无阳不管不顾地用板凳砸。 护士和周围家属立刻制止了他们,但也因此叫来了警察。 这回就是狗咬狗一嘴毛了。 等两个人出警局出来后,无阳发现他的小情人不见了,而等他找遍了所有地方都没找到人后。 又抓着叶丽打了一架,更妙的是那房子被抵押出去,到期还款了,两人却身无分文,一毛钱都拿不出来。 我关上手机,离开物流公司,他们也找不到我。 一个月后,我再次出现在两人面前,此时两个人正躺在天桥底下,一边对骂,一边乞讨。 阿文,阿文,阿文是你吗? 你终于出现了。 叶丽向我扑过来。 文歌,文歌。 无阳同样向我扑过来。 我拿出伞蹭一下打开,阻隔两人。 两人眼里流露出清澈的愚蠢,似乎不解,为何我要这么对他们? 舒服吗? 我问两人,这里住得开心吗? 你儿子呢,没和你们一起住吗? 叶丽以为我想儿子了,忙从天桥下的垃圾堆里,把那孩子翻出来,推到我面前。 阿文,这儿呢? 孩子在这儿呢? 阿文,你带我们娘俩回家好不好? 以后我们一家三口永远在一起,再也不要分开了。 爸爸,爸爸,我想和你回家。 那孩子竟朝我喊爸爸,还准备扑过来。 我笑了,转头看无阳,你怎么说? 叶丽,你这个贱人。 你把老子的鼓,无阳话没说完就被叶丽狠狠撞倒在地上。 又扑在他耳边,小声说了一句话,无阳看了他许久,才点头。 看着两人一起走过来,我笑得更愉快了。 看看,都这个时候了,还不忘算计我。 文哥,我,我对不起你,也对不起叶丽和孩子,他们跟着我也是吃苦,还是,还是你带他们回去吧。 无阳痛苦地看着我说,爸爸,我想跟你回家,我想吃鸡腿,吃红烧肉。 小崽子倒是也改口很快,立刻就能拍马屁,跟我谈条件了。 殊不知,我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傻子了。 让给我,我后退几步,你们还没离婚呢。 是不是想害我,我带他们回去,你这个法律上的丈夫还在,我不得重婚罪啊。 我,我们可以离婚,只要你愿意带着孩子回去,我可以离婚的。 无阳抱着孩子,有些舍不得。 我笑了,这回笑得很畅快。 无阳,你不觉得你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吗? 我笑够了,才看着无阳问。 无阳先是愣了一下,而后不住地点头,文哥,我吃不好睡不好,真的虚弱了好多。 叶丽,你没发现你也很虚弱吗? 我又转头看着叶丽。 叶丽也一个劲点头,不停地对我说, 阿文,我好久没吃肉了,你带我回去吃点好的。 我再次哈哈大笑,笑到眼泪都流下来了。 来,看看。 我扔给他们一份报纸。 头版头条醒目地写着, 李氏前公子李子明因艾滋死于昨日。 啊,啊。 叶丽间叫着扔掉报纸, 无阳同样嘴唇哆嗦不停。 你们想想,为什么你们会这么虚弱呢? 我操守站在远处看着两人。 无阳不愧是个聪明人, 转头就一巴掌打在了叶丽脸上。 是你,你这个贱人。 那李子明有艾滋,他传染了你, 你又传染给我。 你这个贱人,你害死老子了。 我打死你。 两个人很快就扭打在了一起, 一边打, 一边嘴里不甘不敬地乱骂着。 而那个孩子就坐在旁边捡着地上的垃圾吃。 我淡淡围观了一会儿, 才抬脚离开。 从此以后, 我没再关心两人的情况, 左不过已经病发身亡吧。 一年后, 我接到李子亮的电话, 才知道吴阳死了, 死在叶丽手上。 叶丽虽然被抓了, 但却被检查出来, 精神失常。 我才知道, 原来那朵霸王花好好招呼了他。 吴淼被送进了孤儿院, 毕竟爹死娘风, 外公外婆根本不认他, 爷爷奶奶早就不知道在哪里。 直到这个结局后, 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, 避空万里, 艳阳当照, 一切都是最美好的样子。 我抱着一束红玫瑰, 走到一座小小的墓前, 照片上的女人笑得很开心。 我放下玫瑰, 坐在旁边, 又拿出准备的冰咖啡, 放在玫瑰旁。 谢谢, 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, 如果, 有下辈子, 希望我能早点遇到你。 我看着那张照片许久后, 才转身离开。 我叫叶文, 从小没爸没妈, 吃百家饭长大到六岁, 碰上了一个叫无洋的小孩, 他和我差不多, 也没爸没妈, 听说他本来有的,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爸妈都不要他了。 不过他比我还是要好一些, 他有个奶奶, 奶奶虽然耳朵听不见, 但很疼他, 是不是会做红烧肉给他吃, 每次我都馋得流口水。 后来, 奶奶见我可怜, 把我接到他家, 我记得那天, 我也吃了红烧肉, 还吃了大白米饭。 我好开心啊, 我想能永远这样就好了。 奶奶收留了我, 我成了无洋的哥哥。 我知道我不能白吃饭, 所以家里的活我都抢着干, 甚至还会给无洋洗头洗澡, 大点了, 我还要帮他写作业。 我刚考上大学那年, 奶奶就死了, 临终之前, 奶奶拉着我的手, 求我, 求我照顾无洋。 我跪在他面前答应了, 奶奶养大了我, 给了我一个嫁, 我一定会照顾好无洋。 后来, 我去大学读书, 无洋初中辍学混社会, 再后来, 我交了女朋友, 女孩和我是老乡, 虽然她也没怎么读过书, 但她很自立自强, 我们见面时, 她张口闭口都是夜校的事, 我挺喜欢她这样的。 再后来, 女孩出事了, 无洋救了她, 也惹了事, 打断了一个富二代的腿, 我毫不犹豫地顶了无洋的罪, 毕竟我答应过奶奶要照顾她。 谁知道富二代那么恨打断她腿的人, 在医院就放话, 要我付出代价, 结果我被学校开除了, 也进去了里面, 一待就是七年。 我以为出来后, 兄弟还是兄弟, 女友还是女友, 可惜一切都变了, 我只能黯然接受。 可我不能容忍他们竟合伙骗我, 于是我做了一个局, 却没想到我爱上了局中的女孩。 阿文哥, 所有事都过去了, 离开这里。 忘记这些, 过得快乐些。 女孩在病床上, 只说乐这一句, 就永远闭上了眼。 我希望, 如果有来生, 我能早点找到她, 保护她。 对那些女孩做的, wrapping了, 这道理对她, 刚才能让她回家, 我可以忘记这些。 云联罗, 感谢观看